今早AT各估推介是国泰航空293 简选原因是市场憧憬港府进一步放宽入境达里政策 带动旅客回升提升航空旅游需求 8月中实施3加4入境达里后 8月访港旅客升至超过59,000人次 较7月份48,000人次 按月有23升幅 国泰客运业务预料会持续改善 估计有望进一步复收 业务方面政府6月起调整航班熔断机制 国泰因应顾客的出游意欲持续改善 恢复更多航班和去到更多目的地 并且增加运力 6至8月份客流加快提升 其中8月载客量按年上升了88% 去到大约25万4,000人次 交易前2019年8月水平跌了91.3% 今年头8个月计 运力按年增长1.6% 考虑到政府分阶段放开出入境 以及需求向上带动客运的复苏 国泰估值有望收复 综合彭博预测 国泰2022至2024年 盈利分别是-42亿 31亿和49亿 每股净值 分别是8.966元 9.398元 和9.954元 彭博的资料显示 国泰5年平均市乘率 即PB是1.1倍 历史PB是0.9倍 按1.1倍和0.9倍PB计算 国泰2022年对应的目标价 分别是9.9和8元 可以作为目标和止泄的参考 国泰昨天收报8.64元 历史上升1% 形态上持续沿着上升轨向上 策略上建议50天线大约8.4级纳 目标价9.9 即是大行给予他们的平均目标价 跌穿8元就适宜止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